224 中國企業報 靈丹第一股膚之肉出德邦創資產模式走向封口 2015年7月14日產業公司十一宋迪作者 本部記者宋迪物流行業正在變得稱來於資本市場 在6月快遞行業合中聯合的資本大氣落幕後 7月於此,靈丹行業巨頭德邦物流的IPO 申請被披露的消息又一次引起了業界的關注 根據其提交的IPO申請書 德邦的市值估值將達到200億 儘管德邦此次的上市時機略顯不利就在德邦 申請書披露的隔天 證監會宣布暫停IPO 但這只會延緩德邦上市的步伐 而並不會使其中止,靈丹行業第一股以賢夫之欲出 上市之圖站月坎可7月3日 上交所披露了德邦的IPO申請書 德邦預計在A股發售不超過15000萬股的股票 發行新股數約佔德邦發行後公司總股本的14.85% 毛澤的資金將主要用於直營網點建設 令丹與快递的車輛設備購買 信息一體化平台建設三個方面 而這三個方面以使用的毛澤資金為29億元左右 以此計算 德邦股票發行後的公司總股值將達到200億 而這一股值比較德邦目前的營業狀況而言 似乎略顯保守僅2014年德邦快递全年的營業收入已經超過了100億 在目前的德邦物流中 實際控制人崔維升通過直接控股和間接控股持有 德邦物流38.81%的股權比例 預約上市 這一比例將變為33.04% 以以百億的股值計算 崔維升的身價也將超過66億元 在德邦一直以來的發展過程中 連H.資本推手的身影就從未缺席 據統計 從2009年德邦股份成立以來 包括最初創建人的後續投資 德邦總計經歷了15次增資和股權轉讓 最創5000萬元的註冊資本到2012年10月就已經變為了8.6億元 中鼎、紅燦等軍在德邦持有股份 目前的德邦上市遭遇了一些小錯節 7月4日 證監會宣布暫停 而德邦的 IPO 申請也在其中 中國企業部記者向德邦的董事會秘書 詢問了詳細情況 其表示目前德邦的IPO確實暫時被停止了 具體的重遁閃警W 要看證監會的具體通知 重資產的起飛在德邦上市之前 關於車貨匹配融資這一關鍵詞在業界討論的深囂層上 好詳信時間物流變得有趣和輕鬆起來了 畢竟與傳統的重資產物流比較起來 車貨匹配類軟件的輕資產模式和互聯網屬性更容易飛起來 而此次德邦籌謀嘗試的消息則著實 及傳統的重資產物流企業打了一針強心劑 畢竟德邦是典型的重資產零丹企業 德邦在全國312個城市擁有營業網點5376個 擁有各類型的運輸車輛7351台 在區域核心城市擁有分撥中心108處 截至2014年12月 德邦物流的資產總額超過30億 而固定資產淨值超過12億元 在借其中運輸工具的淨值約為9.9億元 在德邦2014年的總體車次中 自有車輛車次佔比已經達到了56.21% 對於從資產的德邦而言 此次上市的目的之一也正是為了應付日益高漲的成本 在德邦的IPO 申請書中顯示 2014年德邦的營業收入已經達到了104億元 而其淨利潤僅有4.71億元 淨利潤率僅為4% 而這已經是零丹行業的較高水平 據了解 在零丹行業一些企業的淨利潤僅有2%至3% 除了人口紅利的逐漸消失 人力成本的上漲也成為德邦成本開支中的巨大包袱 在2012年德邦擁有42,923位人員 而到2014年這一數字已經接近7萬 在德邦物流的成本開支中人力費用和運輸費用時期最主要的成本項目 在2014年這兩項佔據了公司營業成本的74.58% 德邦面臨的兩線作戰籌謀上市的德邦面臨的是一個並不怎麼樂觀的競爭環境 雙線作戰仰即使已經是零丹行業巨頭的德邦也感覺到了壓力 7月3日在德邦微信號中 發表了一篇名為德邦總裁崔惠聲 以進取者為本 就是以業職為核心 兼顧價值觀的文章 在這篇文章中表示2015年已經過去了一半 半年來為了完成收入和利潤目標 我們想了很多辦法 下了很大功夫 但是相比年度目標 完成情況還是不太理想 雖然總體上還是在增長 但是我們也已經明顯感覺到了增長佛力 形勢不太樂觀 這篇文章如實的描述了德邦目前所處的經濟背景和行業 背景整體經濟形勢對於零丹行業的影響 以及德邦從快運 快遞兩個層面所遭遇的競爭 目前的德邦已經不僅僅是零丹運輸企業 從2013年11月開始 德邦就憑借自身的快運系統開展了快遞服務 2014年德邦的公路快運業務收入為98億元 而快遞業務的收入接近於5億元 儘管目前快遞業務佔比依然不重 但是其增速較快 在2014年德邦快遞業務的月增速在30% 兩面開花就意味著雙線作戰 在以往的競爭格局中 德邦在快運領域面臨著天地懷雨、新邦、吉階等公司的競爭 而在快遞戰線上則是面臨國際四大、三通一達等企業的競爭 而隨著快運快遞邊界的模糊化 兩面戰場上的敵人則慢慢地變成了同一張臉 今... 請聽聽聽聽聽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